金家好媳妇应敬庆元宵!吕雪凤骂媳妇高宇珍!被女儿说G! 三里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剧中演员吕雪凤与江洪恩、张静芝、陈子玄及潘艺安静元宵,利用台戏空荡包汤圆。 吕雪凤笑说这组合很诡异,因为是儿子与小三的公开约会,而且连妈妈也不太好。 她都在旁边,让吕雪凤不识教训儿子不要走错路。 而吕雪凤不愧是人生经历多,了解许多洁庆习俗,在包元宵的过程中竟像莲珠炮一样,解说了汤圆与元宵的不同之处。 而几人包出的汤圆大小不一,有的快像包子一样大,江洪恩说不论汤圆包的大小如何,也算是有应景了。 而今年过年陈子玄过得很不一样,她最大收获是发现生的小孩的收获太多了,可以领到好多红包,红包数量成长了三倍以上,而且都是给小孩的,脸上满是有子万十足的开心样子。 陈子玄还说潘亦安最近跟她拍戏,又特地减肥,结果反对潘亦安吐槽才不是因为奶,是因为少奇哥,原来是因为黄少奇的身材恋太好了,跟她站在一起莫名有压力。 潘亦安还认真跟她说我们不要同框,就不会比较。 此话一出,笑翻全场所有人。 金家好媳妇剧情话题多,目前最新发展是将红恩所饰演的高官婷与小三黄秋仪、张静之事,的关系进展出乎意外的快,尤其是前晚,一日,两人亲吻一幕,高官婷竟不懂得拒绝。 也还回本,更是让观众惊意外乎,两人惨被观众恨羞,湘民直骂对方是有老婆的人,而且老婆还是奶的好姊妹,动作也太自然了吧。 还有网友喊说小三退散。 官打怎么会歪掉,还不如前翠玲变当拉,而婆婆周慧平,旅雪凤事,因勿回媳妇金西容,高宇珍事,跟别的男人有暧昧,也让网友们纷纷替金西容,高宇珍事,打抱不平。 旅雪凤说现在网友都好会骂人,一不开心就XXX,什么都可以骂。 不过他最近骂高宇珍的剧情也惹恼了现实生活中的女儿,因为他拍完戏一回到家就被入戏身的女儿骂说,奶超级Y耶,怎可以这样骂心容,奶骂得真的很过分。 让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回。 而江洪恩在剧中拥有美娇妻高宇珍,但却与助选员张静之发生了婚外情,他表示人生不可能完美,其实自己很享受高官停着角色,因为平淡的角色就是在你我生活中都会出现的人。 而且他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,新婚的他笑说都会把剧中的角色当成人生的一面镜子。 他开玩笑表示每次有小三剧情时,江洪恩都会要老婆转台看狗,玩笑开完又表示,其实老婆都很清楚这就是在拍戏,被问起才新婚的他把大半时间放在工作上,老婆会抱怨。 江洪恩表示一下戏就会回家和老婆黏在一起,其实老婆也很忙,因为家里有三只狗和二只猫要照顾。 吕雪凤这时亏他说,他这是在分散老婆对他的注意力。 不过主题回归到婚外情小三话题时,江洪恩直说看到漂亮女生也会多看一下,难道这也算是出轨吗? 他觉得已婚的男人要会压抑对外界的诱惑,强调男人要会安排自己的一些户外活动,像他就是骑脚踏车。 而张静之音言笑三也被骂得很惨,但他已养成功夫,完全不惧注意粉丝的谩骂,他笑说被骂到都习惯了。 对不起,对不起。